我们都知道 目前海军已经被整合成的三大战区 分别是北部 中部和南部海军 海军力量整合后 我国海军无论是作战能力 还是国防力量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不管是哪支部队 都是保护我们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和国土完整的屏障 你知道目前三支海军中 哪支部队的战斗力最强劲吗 建国初期 北海舰队一度成为我国最强大的舰队 因为当时我国的安全威胁 主要是来自于北方 包括当时驻扎在朝鲜半岛的 美国海军和苏联的太平洋舰队 这些舰队随时会对我们的领海造成威胁 所以解放军海军刚开始建设的时候 一直都是以北 中 南的顺序来配置金舰 北海舰队的战斗力也一直都非常强劲 相比之下南海则稍弱一些 但这种情况也只持续到80年代 中国国力日渐强劲 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也越来越多 而南海则是通往印度洋 中东地区 欧洲和非洲的必经之路 中国想要发展 就要与这些国家展开贸易行为 去到这些国家 大部分都会经过南海地区 但南海的势力非常混乱 不仅有美国这些大国 而且周边的小国也对南海很有想法 曾经越南这些小国就非法占有过我国南海的领土 而且南海的资源非常丰富 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也很多 为了避免更多的国家觊觎我国南海领海 南部战区海军也开始加强自己的军备 你知道南海舰队有多强劲吗 为了巩固国防 保证我国南海贸易的顺利进行 南海舰队也开始加强自己的军备力量 你知道南海舰队有多强劲吗 目前南海舰队已经有一艘航母 和一艘两极攻击舰正在服役 目前在南海服役的航母是山东舰 也是我国在意的两艘航母中战斗力较强的一艘 虽然山东舰的舰桥比辽宁舰更紧凑 但山东舰的飞行甲板和机库 都是经过重新设计的 面积比辽宁舰更大 这也就意味着 山东舰停放飞机的数量要超过辽宁舰 编队方面 山东舰还配备了包括055型导弹驱逐舰 052D型导弹驱逐舰 052C型导弹驱逐舰 054A型导弹护卫舰 093A型核潜艇和091型综合部一舰 各种舰艇多达120多艘 综合实力 放眼全球都是非常详细的 但从目前舰队的规模来看 已经有资格作为一个武传国家的海军力量 南海舰队强大后 也能明显地感受到周边国家确实要比以前更和善 强大的实力才是保证我国解放军海军 在南海海域话语权的关键 南海舰队强大后 美国等一些国家也不敢随意挑衅我国南海领海 虽然南海舰队在全世界都属于第一序列的舰队 但南海舰队的发展是不会止步于此的 你知道南海舰队为什么会被称为亚洲第一舰队吗 南海舰队为什么会被称为亚洲第一舰队 就在不久前 第七艘055大区家住的南部战区海军 这意味着我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已经有了归宿 预期到2025年左右 南海舰队将成为拥有两艘航母的舰队 南海海军的实力也会超越我国另外两支舰队 福建舰是我国第一艘巨型航空母舰 最大排水量高达8万吨 而且福建舰上还配备了最先进的电子弹射技术 最多可搭载70架舰载机 其中包括40至50架歼15重型舰载机 而10和20架各类型的舰载特种飞机 而且根据美国报道 中国五大隐身战斗机歼35的研发已经进入了快车道 在不久的将来 歼35甚至可能与福建舰同时服役 山东舰搭配福建舰同时服役 很快就能搭建起双航母战斗群 战斗力更是成几何倍数的增加 两艘航母上的舰载机送输也将会突破100下 这个规模相当于空军的三个航空兵旅 两个航母舰队同时出动 就相当于我国在海上布置了一个可移动的大型空军基地 而且除了两艘航母外 南海舰队还配置了4万吨级的海南舰 虽然海南舰大小远远不及山东舰和福建舰 但它的装货能力确实不容小觑 最多可携带30架直升机和35辆05式两栖突击车 20辆步兵战车和4艘大型气垫登陆艇 这样强大的海上力量 让我国南海舰队成为了攻守兼备的重要屏障